这真的是 追着他啥 就是水银 干锅 闪现 护盾 就轮着焦 不过最后一步的时候 刚才微笑他的闪现和护盾 好像都没放出来 对 可能是打得太急了 那个纳梅闪现过去 他是没有想到的 纳梅最后一人非常的果断 是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盘的单人 对 一看 炸弹人放出来了呀 W要不要抢 可以拿 我觉得是可以的 炸弹这一雄可以看出 现在在中单 没有露露克制他 他的输出 打得非常的足 是的 加戴人 这个确实比较保险 盲棕 这个教你做人的节奏 你刚才用了一把盲棕 那我也要用一把 这回不用了 如仙 如仙安家垂时吗 垂时被扳了 上一把非常发挥 非常出色的纳梅 加戴人胜利也太高了 而且 这个下路组合选出来了 伊丽真的是一只 以下路为核心的队伍 毕竟这个下路真的是顶尖的 真的是顶尖的 而若这边还要拿盲棕 还要拿盲棕 上一把盲棕其实发挥的不错 对 前期打得很漂亮 但是也可以看出 他在中后期跟潘森的两个英雄的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潘森他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 主要也是因为对面的两个C 主要也是因为对面的两个C 一个是辛德拉 一个是女警 对 非常的克制 W这边要不要考虑 再拿一个上单 但是现在上单好像只有龙女了 好像也不着急拿 女塔 女塔这一首拿的 那就是先藏一下 我先给你拿 先藏一下 对 你要拿了说不定我最后来一首Counter Pick 还要打盲棕 对 上一盘盲森效果太好了 打出感觉了 你不看他杀几个人 你就看他大招每次落位的位置 就能感受到这英雄 对 占领价值非常大 卖萌 卖萌 这个组络是极有可能的 发小打极克斯至少线上不会吃亏 是的 而佩格潘森的话还是有机会 针对一下极克斯的 因为极克斯老实来说 稍微比辛子拉灵活一点 但也没有灵活到哪去 卖萌的胜利不是很高 41% 感觉是不是要打女警 哦 轮子妈还有 对 上单打谁 上单 EDC留了一个位置 那草莓肯定保险一点 应该还是龙女吧 上一盘女警被潘森 打得比较郁闷 每次都是要跑路 而且被单抓了 被抓了很多次 所以这一次 轮子妈相对而言比较好一些 没那么怕 是的 轮多 这个阵容控制 这么自信吗 哇 之前微笑是连用了很多把维恩的 这一手 好 就感觉维恩一直是一把双刃剑 怎么说呢 对 怎么说呢 感觉不是特别的好 拿维恩一般都是手感觉得比较好 非常有自信 打维恩的话 保护一定要非常关键 莫干纳已经被对面抢了 对 女坦的话其实是一个偏进攻的辅助 换线吧 我还是觉得换线 换线是肯定的 奥莱夫 就看能不能换到对面的一人路了 这是奥莱夫 其实拿谁都一样了 在维恩面前拿谁都一样 看维恩这边直接带一个进化 那肯定是要换线 对 龙女还没有拿 嗯 其实拿谁都一样 但是龙女的话可能会 比较好的摸到维恩 巨模 就是教你做人的节奏吗 这真的是 就是两个都是 现在教你的节奏 对 好 选定了巨模 好 巨模 也是带传送 嗯 两边 都是传送 维恩的话 最后还是换成了护盾 这边奥莱娜带护盾吗 那 是不是巨模可以带一个点燃 因为你面对的是有一个萌多 是啊 你这里只带一个点燃 太少了 是有点少 那奥莱娜会不会出鬼叔啊 有可能 有可能 而且鬼叔本身性价比也不错 嗯 现在版本的话感觉鬼叔还不错 但这个真的是 好吧 两边真有确定吧 你 有点拼 是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 一个点燃有点少 我觉得巨模真的可以带一个点燃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 你这边带了一个传送 那如果我不带传送的话 那说 刚刚上一盘草莓那个传送 作用还是挺大的 是的 对 W这盘还是要把气势稍微打出来一点 上盘稍微有点稳 对 EDG的话 还是得看这个潘森 没错 这个诺言这个潘森 节奏带的 太到位了 看维恩这个点吧 其实 他们这个阵容对于维恩的保护还是比较少的 对很少了 就感觉两边阵容拿出来 其实诺导上一把 被初期是感觉很酱油 很崩的那个潘森 那个 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觉得这种潘森都没法玩了 十分钟才到六嘛 然后第一个大招又跳得很亏 然后诺导教我们做人了 这真的是 确实 真的教我们做人 确实诺导 真的凶 打野的实力 真的没得黑 还是很强 另外一边的话 如果真的是也希望能够证明自己吧 我们来看WE和EDG的第二场教练 马上为您带来 好了各位观众比赛已经开始 蓝色军团方就是WE战队 而红色军团方是EDG 那两边的话 看一下一团的情况 现在一团其实我们可以少说一点 对 所以我倒觉得 是不是可以做到就是我们E集团之前的解说 是可以把现场我们的解说音拉掉 对吧 这样的话 因为现场网络上的观众还是要看的 其实我们这个隔音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因为一集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安静 所以可能会听到一些不敢听到的消息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固用一个扫门大的人 负责在每一场比赛E集团开始之前大喊大叫 起 你怎么不接啊 想攻击 我已经有30秒到达战场 孙巨模的这个舞蹈很有意思的 巨模是杠杠杠杠杠 他这个棒球的那个皮肤是吧 对 是有点掐架的感情 不要看巨模长得丑啊 他还是个国王呢 怎么也是个高富对吧 帅着不弹了 你知道吗 很多职业选手就 就是他们对于比赛服里面的这种皮肤啊 他们会自己考虑怎么去买 比如说小狗就是那种在打ADC的时候 用这个账号把所有ADC的皮肤都买 但是他现在打中单以后就没有皮肤了 而且买皮肤其实是有一点学问的 就是你可以买那种就是看上去越小 然后越买 跟这个地面的颜色比较接近 比如说什么浑身绿啊浑身黑啊 这种皮肤就看上去不是那么引人注目 其实我觉得小狗作为一个女生 应该很了解 就是 其实女生买皮肤只是为了好看 这个当然了 比如什么兔女郎瑞文 其实男生也爱买对吧 所以现在两边对于对方的一级团 其实都心里有数 即便我们不说凭借他们的这个嗅觉 应该能猜到 还没错 那这样的话 两边很很有默契的换了红buff 对 W的话换到一个自己想要的一路吧 看一下潘森这个位置被莫甘纳Q到 W连着直接交点人 很凶 草莓这边要交一个闪现 妈 要交 这个闪现换的是 就是没有必要 上单换 潘森刚才是没来了吗 是没来了 对 给你发Q的话应该就可以带走这样子 这一把就是直接上来就两边上单 上单何苦为难上单真的是 对 就换了 但是其实我感觉我 展现过去 潘森那个门头 自己又没点燃 下过谁啊 我觉得刚才你看这个时候带个点燃 什么就杀了 还真是 不过也是源自于这个草莓自己带的天赋 也是一个重复的天赋 我们把这个打开也很松 双方的这个单人线上线都比较晚 现在上单真的是 没办法 而且这边的话你还想上线就纯属扯淡了 刚才那一波你闪现也交了老老实实的刷野去吧 真的 不黑不吹刷野去吧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 刷野了 对 若也是看草莓这边踢到了 哇这波有可能会带走啊 没有闪现的 这个红buff黏着 直接磕咬咬咬 还好是一个纯防御天赋 王森的Q马上要好了 主要看下一发 下一发 踢到一个不敢上了 对 踢到是有点不敢上 你看Coro刚出门就被打成了这样 一下子蒙多也不好混啊 对 草莓也是 彼死彼死 彼死 难凶难地 都没闪现 只不过一个被多打了几下而已 问题都不打 蒙多这边还可以站在这个地方观望一下 其实看也看不到什么太多的东西 吃不到经验真的 这巨魔简直就是已经放弃了 巨魔我去打三郎 三郎那里不会有分针 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然后他被三只狼吭死了 看一下EDG的动向 这边其实有点看到了 但EDG唱剑W三个人在上还是想强拿 中路是打出护盾 对 两边互换了一下 是的 雪雪这里的话中路一看超莲娜 发威了 好像每一次的第二局雪雪都要发威 对 一边是拿二塔 一边是打小龙 中路这个雪量 奥利安娜直接去守二塔 这条小龙是四分半就打掉了 对 小奥利安娜被发配到上路了 发配 好辞 你去帮我手手上 中路我看你这歪冰线不错 我先清清兵 对啊 毕竟你现在四级了 你连个上路二塔都守不了的话 你还是不要打了 哎呀 直到了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这样的话 但是这个塔 没有小兵了 小兵来了 守不掉了 这个塔应该是可以点掉 没太大意义啊 饭条好像来了 啥也没干啊 对 而且还有危险 还有危险 还被遇到了 完蛋 要交一个闪现 还有可能死 哇 这个定强稍微有点可惜 对 主要是刚才这个闪现交得比较 及时奥利安娜导致盲色的那一发Q没有Q到 我只想说何苦来的呢 最优这个选择有点怪 你能告诉我来干嘛吗 来了交了个闪现 对 这有点亏啊 其实刚才奥利安娜到了时候 巨魔可以直接传送到塔那里 对不对 不过 还想推高地 这边是想干事儿的 推高地的话倒是不那么靠服了 嗯 看见了算了 你打不过人家三个四级 你现在三个人是巨魔几七两级吧应该 二三四 你是二三四 人家是四四四怎么玩 真的打过 想过来推中塔 推了两个塔之后 达B的前期就是转 转的不少啊 主要是中路转太多了 这个炸弹认得非常的恶心 让潘思没办法往下面跑 被耗了一半的血量 发条这莫名其妙亏20刀 还把自己的双招都丢了 然后下路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草莓很开心 嗯 这个前期达B有一些优势了 这个让我想到了 刚才在厕所里面他们说的话 他们第二把要打得快一点 哦 哦 果然是很快 这个节奏是不是有点太迅速了呀 这个时候有大炮兵可以 还蛮多塔的伤害 但是你现在想的是 你们喜欢拿龙是吧 好 我们喜欢拿塔 塔换龙 以及经济虽然没有落后太多 但是塔掉的太快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纳美在下路就各种担待 嗯 学会了散黄的隐身模式 主要是完全没有人管他 对 没有理他 而且他也没到六 中路已经是五个人了 果然是快 这边要拆中路一塔 拆的也是还蛮快的 哇 现在两边的AP等级差两级 对 一个六级的炸弹人 但是说句话 你这样拆了半天 说实话 没拆掉 五个人在中路没拆掉的话 对面两个人在旁边补线 你是亏的 所以你打快的话 为什么不选女警 就没人打快 其实快不起来 前夕就那样 我炸弹人的等级很高 已经到六了 对 炸弹人这一点是完全 把发条给压制了 有这把好运 也是选择有点问题 真的这把好运门 上路四级打二级 而且这个潘森还要过来 又是牺牲了草莓 草莓好惨 那潘森没来了 别人单都让上单 去中路吃惊艳 草莓咱就这么惨 不过这波B线很大 其实没落太多的 其实还好 马上就可以倒四了 主要是巨魔前期 没有什么战斗力 那猛斗也没办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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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运门 W现在还是有优势 是的 主要中路这波压得很很多 王森在这个地方 反对 还是比较难 萌森现在飞刀变戏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草莓的丢飞刀的小萌飞刀的功力 对 这个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血肉配数 这个更改其实影响还是有的 有的 我们看一下DG这边已经是绕过来了 哇 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这边 Koro好危险 被打了一套 插了一个眼 若应该知道后面有人了 但是还是要强开 这真的合适吗 看看潘森的强杀 算了 哇这个大帽子 Koro有点危险 顶一下塔 二弹的QQ起来 能杀掉吗 杀不掉 莫格纳拿到一血 草莓要撤了 还闪现过来 纳美直接接大招 哇 杀掉了门多 纳美今天打得太凶了 中路U这里你要干嘛 不要乱跑啊 刚踩了一下子地雷 有点危险 我觉得U应该是 因为自己上路已经四个人了 U应该在中路补一波经济 对 如果刚才炸弹人的大招还在身上的话 说不定 就单杀了我跟你说 对 其实这个你有没有发现 这米勒上一把说的 现在炸弹人这个英雄啊 其实特别的尴尬 你如果去别的路支援 碰到对方的AP 很容易被对方单杀 对 这一把是完全反过来了 发条这一盘有点惨 是的 不过发条带的这个护盾还好 嗯 他好像已经想好抗压了 不过中路说实话没有差多少钱 对 EBC再推一个塔 前面的W的优势就化为虚有了 是的 蜡笔小新谁懂他的痛 我觉得他的ID比较有意思 而且你看这一盘诺言又是等级很低 这真的是现在这种三人推塔模式 但是只要一开启的话 打野真的很吃亏的 你要说到诺言等级地 你让草莓情何以堪 是 是打野和上单很吃亏 对 请把我们伟大的上单带上 那把打野划掉好不好 哈哈 哈哈 这一盘就草莓原本 这里的话9分半了还没有到6 现在好像是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东西 对 就是到不了不要想 换线就是这么一个套了 柯南其实和卷毛的等级也不怎么样 两边都要补一下发育 下一条小龙 不过说句话 纳美这里的话是落后很多刀的 要打吗 这个盾套得非常的及时 这个因为毕竟女坛只是有很大的一个动作 对 这个莫甘大还是反应过来的 打的话 这三个人 还是有人 我就说怎么这么主动 有兄弟 怕什么 但是潘森这个时候已经到6了 对 但潘森如果你跳的话 是被对方先手开 在初七 其实就补的是第一波伤害 你如果跳慢的话就完了 看爆发和状态了 看一下莫甘大会不会找机会先手 Q了一手 没有Q到 大哥也是猜到了 诺言也是一直在下路呆着 是的 但是这条小龙要拿吗 要拿的话 第一条小龙好像W没有 没有计 没有放好时间 是不是他们以为 最重要回家的话 还没很 你说会不会他们以为这是第一条小龙 刚才开了时间了 没有 如果回来的话 要打的话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毕竟抓男人在这个地方 支援一个大招 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这边我们看到 看一下两边的传送 看一下盲森想强 大招 抢到了 配合炸男人大招抢到了 这边闪现 闪现有W吗 但是还是被奥巴马射死了 没有了盘森这边跳到下落 看看谁 能晕住柯南吗 这一发E很nice 而且跳下来好像没能力了 不是很够 对 他主要可能刚才W也是CD吧 是的 没有太看清 WCD 他干什么用了 他刚前又不是跳盲森了吗 暈了一下盲森 没办 不过这边的话 是还可以抢到一条龙 因为盘森跳起来 他只要狂点W 不会被那个什么 就不会被这种指向性技能打到 对 他是就无缝连接那种 很难防的 但是这盘雪雪是完全证明自己了 这个发育有点好 对 98个刀 合家圣背 这盘感觉这个态势好像又凶不起来了 又要稳着打了 是的 大概有四五十分钟 那这盘诺言的情况比上盘还是要好很多 是的 现在双晃的经济又是差不多 上一盘诺言初期比较惨 这把和对面的盲森差不多 但盲森已经死两次了 所以这把是诺言赢了 虽然说都很惨 这是鼻惨 鼻惨 真的是鼻惨 这盘草莓比上一盘惨 这盘好像剧魔还可以 还可以 毕竟中楼吃了发酵好大一波现在 对 然后还有一点是自己这盘二盘也没了 冰线很靠里 可以慢慢的把兵推过去 其实他现在就比较郁闷了 他现在想控线 但是有个铁亚马特控不了线 我觉得铁亚马特是否可以设计一个 可以关掉他这个 开关 那开关他主动效果怎么触发 你就右键开关 对吧 左键触发 有点高难度 对对对 试一下 点没办法 你想弄到奥马马太难了 因为你就算是 只要没有正中红心 奥马马就可以用异技能来拖掉你这个角色 这一把我感觉纳美的这个大招放得都不错 两次都是用大招收的人头 抢人头 对 很自信今天纳美打 是的 他也一直是这样的选手 就很自信 对 他一直很自信 以自信著称了纳美 蒙多这个英雄不着急的 慢慢的 反正巨某也没有什么杀他的能力 是的 关键是蒙多到后期的话 感觉作用还是蛮大的 我们都到后面 看一下弱的走位 对上路还是没什么想法 这个红就要让个微笑了 打了有点早 其实这个时间你也感觉 瞎子拿红的作用可能更大 对 因为这个时候ADC拿红就是 参团的几率不是很大 对 因为现在游戏上维恩这种ADC 不过看他现在的装备 很有可能就攻速鞋破败以后 打算参团了 有可能是这样 破败已经有了 那还是有机会打起来的 而且他们下路塔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 他这个可以打的线就比较长 是的 那摩根纳这些视野也是做得很到位 两个关键的草丛都是有 不管是从三角来还是从线上来 我都可以看得见你 那摩根纳这边也是在死命的空线 不着急推 微笑只能收石头人 把他回家把大圣威先做出来 感觉在下一个小龙之前 那摩根应该没有太大的动作 下路暂时不去 在中间集合 是的 大厂长 刚才厂长抢龙抢得非常的亮 大龙 证明自己 先换一个棒球杯奖杯 但这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敢跟对方打的话 这个时候 当时微笑如果定强的话 真有机会杀了 对 队友都在旁边 而且他还有破败 嗯 嗯 发条的等级一直被炸的人压两级啊 这也不是个事儿 哎 微笑这边直接开大招了 他什么时候开的 刚才好像想追一下cora 不过微笑已经顺利的拿了这个四人棒的大怪 说话你真的是打不过这个微笑 微笑现在这个维恩单挑还是蛮猛的 对 这巨魔探这个肉装没起来之前 根本就是没办法去抵挡文恩的伤害 是的 他又贴近不了文恩 只能去欺负下石头人 谢愤 回家 这也就是上单推过去 然后那边补20个刀 然后推过来 这边再补20个刀 其实之前我记得我们是吐槽过 说ADC现在很惨 打不过这种发育的上单 打不过中单对吧 但现在你会发现 换线的上单最惨 对 是的 纳维这边也是在这控一下冰线 关键他前面拿了两个刀头 很早就出了银血 这个装备比较好 对 还有一分钟小龙 看看诺言这个眼的位置 但是好像放上就要被排了 哇 可能这个睁眼还是很到位 直接看到了 那小龙处的视野没有做好的话 ADC也不敢强行的打这个小龙 诺言这边很虚 不敢上 不知道后面什么情况 两边上单都是有传送的 对 而且这两个上单 基本上线上都是很难 对对面进行消耗 都没有打的打算 是的 你捕你的刀 我捕我的刀 和平一点 其实真的 就剧魔这口咬也能触发这个 就是提亚马特的那个AOE 其实这个不太合时机 虽然说他的咬是判定武功的 但是你想咬一口旁边的是被口水溅到了 他牙 牙口比较好 一咬一咬一片是吗 对 嘴比要大 他还在点信号 潘子跳了 但这边的话 好像是连赵远希技能都没有打出 对 什么就是一个W吧 这边是逼你走 然后过来直接拿 看一下炸弹人的位置 对 上路可以包抄一下 是在包 抄到这边要交闪现了 交着大招先 哇 快跑 跑得好快 但是萌多闪现跟上这个刀没有扔到 哇 好走位 放了一个柱子 小龙拿掉了 再继续躲刀 你是值得的 这个应该还是要追死 这个没办法 炸弹人一个W炸了过来 这样是没有机会跑的 一条人命换一个小龙 BTC 转 这个确实还是转的 我觉得 BTC这边经济领先1000块 下面有想法吗 感觉打不过啊 现在 只要反手盾 然后大招Q一套 奥巴马这边输出面 也是要更给力一些 现在纳美的装备很好 是的 两个人头 纳美这个胸啊 掀出了这个耀光 嗯 BTC这边主要落后 就落后在中路 对 中路炸弹刷兵 确实有点无解 但是发脚其实也还好 自己的刷兵 不会被拉开 这两个中路 其实也就这样 就是刷嘛 纳美从很早就仗着装备优势 在这个地方控线 很聪明 纳美就是在下路 空了好久的线了 对 装备是领先了几百块 就这把 开局我发现就是 你这边一会五人抱团 一会那边四人抱团打得很久 对 这打到现在又开始了 又开始 这两个人队的风格 其实是一样的 对 没太大变化 你说 EDG 诺言凶嘛 纳美凶嘛 但是他们队其实风格不是凶的 对 这个是挺奇怪的感觉 因为有莫甘娜这个盾的存在 所以基本上下路 W这边是不可能的 所以开大了 用W 这时候要是开起来的话 炸弹是可以支援一手大招 他现在继续的带人去做一下等级 这段时间好平静啊 基本上打野的也找不到什么机会 很难打起来了 川森也没大招 大招刚好 来这一发Q 我其实莫甘娜这个皮肤的Q还蛮那些 嗯 就感觉挺难度的 诶你知道吗 有一个鬼魂新娘那个皮肤 嗯哼 皮肤很贵 对那个Q很大 很大 对就一大片一个冰一样的东西出去了 我旁边带着一个波纹那里面 对对对 诶 被抢到了 被发Q抢了 这个确实抢不过奥巴马 这个奥巴马小爆发比你高 其实维恩已经是等地翻下了 对 但是那一下还是被奥巴马抢到 是的 这奥巴马Q 有点疼 对 诶那个鬼魂新娘那个皮肤 主要是回尘的时候 他会鬼叫 那个有时候会吓到队友的 烦死了 对 突然就一身 就那个皮肤 只是那个Q看上去不太好 对 看上去很大 所以有些职业选手会喜欢用那个 至少吓人 视觉上 嗯 现在又是一个平稳的farm 感觉 诺言也是在找机会 对 但是实在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哦 这边直接传送到后面了 又是草莓响又用传送开手 诶 这边是被黏住了 不错 不错 闪现没必要交啊 交得太早了 太早了 有点早有点早 因为莫格纳给他个盾的话 其实蒙多对他造不成不了减速效果 他就完全可以跑掉 那没事该怂的时候还是真怂 对 该钢的时候还真钢 待稳 真的稳 当然他如果注意一下后面的动向的话 这个闪现应该就不会交了 因为后面没人跟得住的 看一下大招清兵 这个大招清兵实在是太爽了 巨魔传到后方了 诶 一笔之道 环视比身看看 半三大招 余坦定了一下后续的伤害 这边在藏伤害 给上莫格纳盾盾 还是要死 四个人大刀了吗 二段没有出发 唯一输出不错 但是这个发一条大招 大招 三个 给娜美创造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 娜美还要点一个 这个人怎么跑 看一下巨魔有没有机会放下一个柱子 应该是一下普攻 哇 发条拿了一个双杀 这一波真是一笔知道环视比身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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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不错 打了一个二换三吧 但是这一波发条大招有点亮 炸弹人的话就支援不过发条 这真的就是炸弹人的弊端吧 是的 他只能支援一个大招 就感觉这一边 看一下刚才怎么回事 巨魔传颂攀森跳大 其实这边微笑处理是比较不错的 直接开大招一个Q隐身 微笑这边输出打得很足 这个确实潘子 哇 直接打死 然后这里莫干纳这一下太漂亮了 直接是大招连着逼掉对方两个闪现 对 而且这边U的操作也非常漂亮 先给一个加速 然后大招拉回来 其实真的感觉刚才这一波最关键 就是莫干纳这个大招 但是这个大招完了以后呢 河当里面是没有演的感觉 就他以为奥利亚纳没有来 还想回头打 其实第一时间走的话 那一波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他没注意到炸男人这个大招 其实说 对 现在纳梅又哪一个人头 这盘纳梅感觉又要carry了 是的 现在已经是三项加银血 这会有点肥了 三项加银血20分钟 这两个装备还是挺贵的 对 关键是这样 能准备这个时间点出来的话 用在奥巴马身上 他的伤害会很高 小龙还有一分钟 是的 微笑这个装备是打算回家直接红差了吗 身上的钱应该够了 红差加红速鞋吗 在这个阵容体系下 莫根纳对奥巴马的保护能力很强的 因为W那边没有什么人 能够直接过来黏到奥巴马 装 对 奥巴马这盘确实很舒服 是的 两盘其实EDG拿的阵容都给纳美有一个很好的空间 对 而潘森这个点的存在 其实让C位很头疼 看这个女坦多硬 还不能说 纳美对奥巴马的理解 现在确实有点好 对 现在感觉所有的ADC 对于奥巴马这个英雄的理解都不错 奥巴马现在确实也好 他一技能的位移距离比较长 而且还能够洗脱这个减速效果 对 我们刚开始还不太了解这个英雄 我说他胜率低或者说后期没有carry 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英雄还挺坑的 对 但是其实现在看出了他的中后期这种小爆发 潘森又跳打了 看这一下维恩 随小隐身开得不错 但是感觉有点危险 还不错 潘森再救了一下 女坦大招也放出来 优得大招再留 这个大招还没放 所以老师接把弱打成半血 在女坦的反手大招非常的关键 对 但其实这个大招的意义只是赶紧回家 我拿龙 这个龙 看看W有没有想法 试一下吧 这边可是没有垂直的 潘森想找机会 潘森的自己的血量很少 而且没有机会踢了 奖杯立起来 这个真的是很难去抢 这个没有垂直 然后盲僧那里如果敢摸下去 对方的点痛太多了 那个奖杯充分体现出了 巨魔的自恋 上面是一个他的雕像 是的 说不定就是人家得的 还冠军成员 冠军成员 拿了一个大力神杯 这棒球应该不能叫大力神杯 看到这个挥棒的速度应该挺给力的 这个是点上一个眼 把大龙的眼排一下 这边的话又是一个暴的键 奥巴马跟上 伤害能不能打出来 对 仗着自己比较灵活 真的感受 但是奥巴马这个大招的伤害 确实还是没有 这个还是没得黑的 对吧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不欧间的时候 也是在说 这个大招八成都是用来清兵的 不过用来这种收尾还是不错的 就是当队没血的时候 因为他大招的距离远 打残血不错 躲一下Q技能 这盘优的抗压做得很好 看一下上路的萌多那边 是不是有点危险 看这边过去的人有点燃吗 萌多是开了大招跑 直接开大招了 好 这边一个闪现 躲了一下发条的减速 发条要用吗 算了 这三个人感觉输出也差一点 开了大招以后确实跑得很快 微笑装备虽然没被拉开太多 但是还是一个劣势的情况 这盘其实微笑的输出环境也不是很好 你发条这种英雄 或者渣男这种英雄 所以现在维恩选的人不多呢 现在中路都是这种英雄 就蹭蹭边角就把你给蹭死了 是的 对 这种AOE就随便放放 维恩很难存活下来 所以还是要选一些手长会灵活一点 为什么微笑选出来真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没错 他的输出很关键这一盘 在刚才那一波团战当中 其实他的走位已经是蛮好的了 对 但这一盘还是挺难打的老实说 因为EDC这边阵容能错力更高一些 对 潘森只要抓住机会 就像上盘作为那样 可以看出诺言这盘每次的大招 还是很给力的 你潘森落下来之后就要去保护维恩 这样很容易让奥巴兰有一个非常好的输出环境 而且你不要觉得潘森这个大招好躲 这个大招落下来 你反应有时候都来不及了 对 接W其实是很容易落到你身上的 对 它是二段你才能看到 而且EDG这边中单和ADC的装备都特别好 人头比较集中在他们身上 所以奥巴马继续一个人带下路 但这两个这两个队伍的AP也决定了这场比赛真的会拖很久 大概也就四十多分钟了 两个队刷 都很快 对 这种AP让对面很难有进攻的欲望 那也不一定吧 如果说W这里想推的话 等会潘森的跳大可能又是创造奇迹的事 对 就是潘森的跳大配合摩根纳的这个加速球 有 W其实两盘阵容拿的都不是不太主动 哎 跳大了 门多在下 门多有传坐吗 有 但是微笑 微笑里面的位置被拉到了 一个暴击直接秒掉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中塔没了 这个实际抓的真的是很好 这时候潘森要抓这机会呢 就瞬间就抓到一个 因为在那个地方拆眼你只有一条路可以出来 我觉得最好玩的点应该是在于 EDG这里应该所有人去买真眼 然后地图几个关键点插好 潘森在旁边等着 谁插眼跳哪 是的 别人插眼都没事 就等这个维恩 这个其实也没必要 插眼还是 这种危险的工作 还是交给辅助去做吧 辅助 关键你如果辅助去插眼的话 你会发现对面的潘森 不会舍得把一个大招放出来的 而且说不定也死不了 对不对 还会的吧 看看那边在 在包 两边都在包 纳梅把草莓直接打出了大招 伤害打得很足 但这一波的话 纳梅这里也有点危险 对 W也在反包抄 看一下炸大人的W 炸一下很漂亮 你几能减锁 再加Q 大招没有 打不起来了 是的 纳梅也是很懂 你没大招下过谁 我就闪现一家护盾 都不舍得交 准不虚 嗯 但现在EDG 优势还是挺明显 纳梅发育太好了 对 这个经济领先了5000块 W感觉阵容还是稍微有点被动 他们只能依靠草莓的绕后开团的话 这个阵容 想要获得一些优势的话 还是挺困难的 只能看EDG这边的先手打的 有一些失误 W还是可以抓住 但是想要主动创造优势的话 挺困难的 是的 迷坦 虽然说先手给力吧 但你也不能强求他 创造一些奇迹性的开图 这边草莓要刷起来了 草莓装 嗯 装备还是可以 但是也不如巨魔好 草莓落后了1000多块 嗯 中路的话是差不多的 其他位置的话EDG都是要稍好一些 大概有个5000块钱的优势 这一盘奥巴马一个人刷线刷的时间很长啊 是的 嗯 感觉一直在带 所以他现在经济的话也是 奥巴马奥利安娜和极格斯三个人的经济是 领跑了 领跑 奥巴马也不着急回去 戴B线带的很久 这盘可能一一想的 哎我一个巨魔够了 我不需要带点燃 嗯 是 我觉得是这样想的 巨魔确实是坦克杀手 好现在W有点被动了 他们下路的兵线很不好 主要W这个阵容真的很难 主动的开得起 就等着潘森跳的 对 就是一个等待对面去打的这么一个阵容 但是往往潘森跳好的话 你这里又打不对 就你不能寄希望于别人跳错或者跳一个失误 埋伏在这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对于EDG来说 我上路直接在上面插眼就行了 我根本就没必要走这边过来 现在EDG又闻起来了 闻起来的话 这个阵容还是挺稳的 W真的在这边是 待了很长很长时间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奥巴马一个人非常从容淡定的 把下路兵线推到二台那边 现在主要问题是 微笑这边也不敢去其他路清兵了 如果他去其他路的话 EDG这边直接开大楼 而且EDG现在ADC的装备 我们看到比对面微笑是多一把轻语 一个大剑还多的这个装备 对 30分钟这个装备 叔叔很高 对 W现在只能让草莓去清一些 那这样的话 打这条小楼 两个C位装备是起不来的 就不要打了 潘森跳大招 巨魔也是大 这个位置很不错 潘森有没有球 拉到了炸弹人 炸弹要被秒了吗 还好没有被秒 女坦反而被先诈到 哇 离此放手 大招是炸弹有辅助 让老微笑也要被秒 若紧接着死掉 打了一波一换色 只剩下一个萌多了 这个确实没办法套上球的潘森 直接吸住了炸弹人 W这波打龙 这个时间点是想趁一个 时机快速秒掉这条龙 但是实际上 对面的人已经赶过来了 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已经来不及了 潘森跳大 女坦这个大招 其实是给潘森准备 但是完全没有必要 潘森很难运助的 是的 女坦后方被杀掉 还不如大后面呢 女坦的话卖掉自己 这边微笑也是逃不掉了 这样的话 大龙buff草莓想骚扰一下 自己也死掉了 现在大女士偷偷地拿掉了 这样的话 一滴滴的胜算已经很大了 刚才一滴滴 那个潘森和八条的配合非常的好 虽然炸弹人是跑到后面了 但是还是被潘森接下来杀死了 最近潘森真的很火 而且基本上都是前三手拿到的 观念你发现没有 刚才这种情况就是你可以打 你打龙的话 潘森这个大就必跳过去 而且要有优势 基本上是中 中到你的中心的 对 一下去跳你的中心 你很难跑的 他直接接一个W 刚才女坦还把大招留给潘森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 你接不住 对 真的接不住 潘森是无份的 就感觉优势了以后 你干什么都不行 推塔 潘森会跳后 拿龙 潘森会直接跳你脸 而且潘森他这个装备 已经是比较肉了 是的 你想杀他一下才杀不掉 现在潘森的话 我们看到在比赛里面更多的 就是出一个打野刀以后 出纯肉装 就是追求那一下的控制 现在其实很多打法 或者对自己有信心的队 我都很喜欢 先抢潘森这一手 或者说对打野自己个人比较有信心 因为这个英雄真的很容易carry 是的 这波大龙打掉之后 现在EDG的领先还是比较多的 今天这领先将近1万了 对 1万块钱的优势 W怎么翻 但是炸弹人手塔 还是能守个十分钟左右的 至少 维恩一直是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输出 对 下路这里 微笑和女坛感觉被留下了 哇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们是没有露头的 所以EDG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他们两个人还有一点想法 对 想拿这个奥巴马开刀呢 是 这两个人要起想法的话 真的走远了 对 这个塔是强行点掉了 潘森就啪就跳脸上了 而且潘森现在肉起来了 就是肯定要命 是的 打不动他们 潘森就最喜欢你说什么 杀人剑啊 一些输出装 然后跳下来没有死 出肉的话他有用 至少能晕一声 潘森一般最多是出两个装备 对 两个攻击装备 够了其实 举摩就离冰霜之星加上振奋铠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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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招 炸了一下 炸到优了还可以 对 但是优的这个护盾也是很给力 而且他们马上大龙buff回血是很快的 对 不过炸男手塔还是很有效果 有两把刹子 而且这个时候 即使你装备领先 经济领先 但是你想直接冲塔的话 还是有点难度 你冲到维恩脸上 就是给他输出空间了 对 你要让维恩冲过来 他没输出空间的 所以说EDG现在也不着急 因为维恩这个点和炸男这个点 不太能够让他们去真正的去强杀谁 对 他们有这个大龙buff消息还是很给力的 这个大招是 哇 我的天 草莓是真能忍 草莓这个大招是真能忍 但是打退了草莓 那这个中塔是没了 对 这边的话撤 上路的兵线不好 对 EDG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 不败模式 对 你懂了 这就是 很很难了 这个版本上非常难 就是 就很 盘森反手跳大 看看这边开架度就直接跑 能跳到 还好 还好距离不够 这个加速球就是 潘森后期跳大就是要 骗你的加速球 哇 这一下 瞎子直接被秒了 没有打野 那少一个人 不过还好有极格斯 继续在这里破 因为潘森也没打了 还好是个瞎子 如果是极格斯的话 就其他任何一个人 这一路是很近路的地方 要紧张 这边纳梅 这边纳梅 纳梅刚才扛了两下塔 关键是 踩这个炸弹人的异技能 其实很痛啊 纳梅这里想 想占便宜 但是也不敢 下一波兵线时间太久了 不敢打 这炸弹人手打真的能守个十分钟 不成问题 除非是你等装备非常好 直接是冲塔 对 一波直接就冲炸弹人的脸 对 这个就是没办法了 但炸弹这个英雄 现在这个OP还是挺OP的 清兵太快 嗯 冲锋力太高了 烈士我手塔嘛 对吧 手塔我在行 这一盘微笑和纳梅的这个ADC待遇就是不一样 纳梅的输出环境非常好 其实两盘都是的 两盘都是 EDC那边输出环境要更好一些 嗯 好现在奥巴马已经出到了鱼骨头 鱼骨头 鱼骨头 鱼骨头又是无尽嘛 好 长得比较像 装备又是领先一个无尽呀 干货呀这是 这个领先的实在是有点多 领先的一个超大剑可以说 这ADC的 应该是最贵的装备了 对 而且奥巴马这个英雄 就是打逃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他很有可能像EZ一样 就一你脸上或者闪现过来就把你给点到了 对 就是他比EZ好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爆发是一秒钟打出来的 很可怕很可怕 所以 奥巴马现在还是热 大龙马上要刷了 是的 有秒钟 这条大龙的话 基本上WE这里弱是不是要再来抢一手呢 可能是WE为数不多的机会了 哇 一边是巨魔去拿小龙 一边四个人在这边 这时候有机会啊 感觉透过这边拿完龙再传送过来 哦 那美比较小心 打的好慢这个龙 嗯 他们在等在等巨魔过来 直接 直接可以推 对 很稳 那美始终保持着和自己的队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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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真的打得好 对 这种阵容在打这么稳的话 不解活路 这种阵容在打这么稳的话 太难输了 不解活路 太难输了 太难输了 好 还回去拿一下红buff 嗯 这边下路巨魔单人带现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自己身上是有这样一个传送的 问题不大 先把这边的视野布好 反正还要一分钟就可以刷进大龙了 哇 这大小怪暴击已经到900多了 将近1000 1109 是的 伤害非常的高 13000的优势 经济领先已经非常明显了 温建文这一盘是 真的是没什么输出环境 潘森就跳下来 W里 就追着你 嗯 哎 快走 有点吓 还有一个巨魔这样的疯狗 是的 巨魔装备好了之后真的就是疯狗 无脑 就无脑冲你脸 对 有给你减速有给自己加速 然后无脑啃你 看了20秒刷新大龙 扫下这边的视野 到底这个大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是的 对 罚条 炸打人 装美 都是一模一样 中路的话 其实你发现没有 现在中路蛮难拉开插局的回忌 很难拉开 对于直接选手来说特别难 除非你又乐不来 ADC是特别 直接开打了 ADC是很容易来开插局 打得稍微有点快 看一下这一波 传统过来可能是W最后的机会了 盘子直接承接掉 那只能回去防守 这边还被Q到了 帕森在后面开打 帕森在后面开打 雪雪地很危险 闪现过来 莫格丹的大招连住了 若应该肯定要死 继续追 而微笑这边也是落单了 娜美想换 八条大招空掉 但是微笑这边还是很难死 但是他们死掉了 盲森 八条直接给 这个扎男人直接给大招 这个扎男好像 想清一下兵 对 没抓到太多人 哇 这里直接硬来了 可以走了 微笑也没有大招 这是5秒 潘森这个大招 真的是只要大出来的 选择合适的位置 对方是比较闪现的 特别是这种水准的打野 对 真的是强 很难给你失误 很难给你机会的 是的 这边要强行把这个塔磨掉了 看一下 还有最后两枪 差一枪 娜美这边又被Q到了一下 看看 他又吸回来了 吸得很快 这边还出了一个 第二九特短刀 直接一个大招 想要打微笑 先把你打退 阿姨这边是有大轮muff的 哇 打起来 我拆这个水净拆的实在太快了 最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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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好像很难了 可能W这边是觉得我再稳一稳 这一路再输的话真的很难了 这边去强拆二塔 今天执行力啊 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 是吗 没有犯师 除了那个大龙muff 你一条我一条 其实一样的 但是这两盘 潘森的这个表现 或者诺言的这个表现 太顶尖了 都是他打开局面的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每个人头 都跟他有关系 现在只有炸弹人的装备能够跟对面有一个差不多啊 其他人装备差太远了 可以抗衡一下 但是 这个时候还反推一波 想要去 这一波反推是想拿什么呢 想拿把中二塔拿掉吗 就是推过去 很难 基本上很难 也没想到后续的 就是推过去阿姨 而且他们在这 靠近对面塔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潘森可以放心的往后挑大 是的 他们身上还有大龙muff 这波W真的要推吗 在这个地方 等 再做一本鬼书 神庄了 对 杰森地不用 来把负业满了 反正这本鬼书是一定要出的 毕竟对面有那么多 自己这里只有一个点 现在W他们就想靠一波 想来一波 这个大棒子放了真是让人绝望 潘森跳大了 发现你们的位置马上就跳大 若这里要落单了 先要秒入 看看潘森跳到谁 这个阵型 八条大招 哇 拉到三个 瞬间 微笑直接残血 雪雪开出中下 但是还是要死 柯南也是背脉 这个开团太强了 天哪 潘森 W一直在试图寻找机会 但是发现每一次自己寻找的机会 都是给对方创造了一波开团的契机 那个位置没办法 就是一旦被发现 潘森肯定跳鸟 我就要等着跟你打呢 是的 潘森那个跳大实在是太可怕了 直接投了 我们恭喜一帝进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